绘制楼梯间前室加压送风系统原理图 打开飞的关盘提供的速写文件 结果如图所示 首先绘制地下室和用前室送风口 该用直线命令绘制直线 按回车键结束命令 绘制风管的结果如图所示 执行风管椅子弯菜单命令 在弹出的椅子弯动画框中设置参数 然后再按键连接按钮 在绘制区中选择风管进行椅子弯连接 按回车键结束命令 绘制结果如图所示 接下来 对用直线命令 偏移命令 削解命令 填充命令等 绘制繁衣楼梯间前室送风口 接下来 绘制结果 如同所示 接下来电用复制命令 向上移动复制 绘制完全的送风口图形 调用修剪命令 修剪多余图形 修剪结果如图所示 接下来按Country.js组合键 打开配套关盘提供的素材文件 将其中的回方口图形 复制粘贴至单浅图形当中 带用复制命令 复制回风口图形 明镜需要您的权料 以下来排桥 呼吸 绘制结果如图所示 执行文字表格 单行文字 菜单命令 在弹出的单行文字读画框中 续置参数 设置好参数之后 在绘制区中点取标注文字的插入位置 返回到动画框中 修改文字内容 继续标注文字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文字标注的结果如图所示 接下来执行符号标注 引出标注 菜单命令 添加文字说明 在弹出的引出标注 设置参数 设置好参数之后 在绘制区中指定标注的第一点 再指定引出标注 设置参数 接下来再点取文字极限的位置 按回车键 返回到动画框中 修改文字内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文字引出标注的结果 如图所示 调用直线命令 偏移命令 修剪命令等 绘制加压送分机图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App的关盘提供的加记图例搜索文件 将其中的分记图形标志复制粘贴至单写图形端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调用多段线迷你绘制分享式一键头 接下来调用多段线迷你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分向式一键头绘制的结果如图所示 再次调用引出标注命令 在调用多段线迷你继续标注的华环中 设置参数 然后根据明镜与点栏目的提示 在绘制区中指定标注的个点 绘制引出标注的结果如图所示 执行尺寸标注 主点标注菜单命令 在获得区中标注图形尺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在执行尺寸标注取消尺寸菜单命令 将多余标注的尺寸进行删除 明镜与点栏目 完成尺寸标注的结果 如图所示 接下来 实行符号标注 图名标注 菜单命令 在弹出的图名标注动画框中 设置参数 设置好参数之后 在挥得区中 点取图名的标注位置 按回这键 结束命令 完成加压送分系统原理图绘制的结果 如图所示 请不吝点赞 设置